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是姜维杰九段和李维钦八段 姜维杰九段是咱们中国第一个拿到世界冠军的90后棋手 可以说是90后统治棋谈就是从姜维杰开始的 那么这一转眼好像也有七八八九年了 距离姜维杰拿世界冠军 那么这段时间最近几年姜维杰好像又是重新找回了自己当时世界冠军的状态 等级分也是一直不断的向前攀升 那么李维钦八段是一名00后的清秀 他可能和他同辈的谢科和廖元赫比 可能他的成绩方面稍微要弱那么一点点 但其实实力是一点都不差啊 如今的这个上海队 在上海队的话这个李维钦已经是扛起了这个主将的这个大梁 此番这个挑战世界冠军姜维杰九段 我们看看会碰撞出怎么样的火花 接下来就让我们进入这番棋的实战 那本局是这个姜维杰直黑先行 那这两位棋手的棋风啊 可以说是截然相反的啊 这个姜维杰是赤血狂人啊 网名叫嗜血狂人是以这种杀力著称的啊 当年LG杯这个强杀李昌浩大龙一战成名 那么这个李维钦 这个棋风是属于那种稳健型的啊 很擅长这种平稳布局然后收官 那么今天看看这个他们俩碰撞的话 我觉得可以算是这种毛与顿之间的较量啊 我们来看一下 然后这个小飞挂场坚顶了这个拆三啊 这个布局现在已经是特别容易见到了啊 这个围棋就是在AI来了之后 就是有一些旗又竟开始了开启了一些复古的东西啊 比如说这个小飞挂坚顶啊 似乎是很多很久很久之前 就被我们已经淘汰的一些东西又 又开始恢复了啊 见顶案高拆散 白棋这么下 最主要的一个好处就是抢得了一个先手啊 然后 也可以挂一下这个黑棋的小母 这盘棋双方是下了都很契合啊 你走你的 我走我的 挂脚全都是拖鲜啊 然后点三三 这个 现代围棋好像就都是这么玩的 他俩都玩得不错 然后黑棋是仗着自己针子有力啊 小飞 这个时候邀请你来这个米识飞刀啊 我是有 因为这个方向有针子有力的时候 这个白棋是不能去选择下米识飞刀的啊 这个地方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 这个为什么跟针子有关系啊 这个 为什么跟针子有关系 重点就在于这个 扳的时候 如果针子有力 黑棋就可以断了啊 这个断很厉害 这盘棋我们看一下啊 我感觉是黑棋针子有力啊 但是不一定 得算一下 就是像这样 然后 这个 哎呀一看 不行 感觉不对啊 我以为这颗子肯定引到针了 实际上没有引到啊 刚好被针了 那么就是说假设 黑的这个地方如果坚持到一下了啊 我们假设 那这个图像这样之后 白棋就完蛋了啊 所以大家注意一旦 对方针子有力的时候啊 就是这 就是 这个情况下 就是如果黑棋 这一方针子有力的时候 白棋就不能选择下这个米式飞刀了啊 因为这个黑棋能直接断了啊 这个针不掉的话 白棋直接就完了 当然这半棋 白棋针子是有力的 但是前面也说了啊 李维钦同学 这个 棋风是比较稳健的啊 一般稳健性的棋手 很少会选择下米式飞刀啊 都是顶了半 平稳过度 然后这个 顺序肥燕 哇 这个棋靠段 还是比较少见的啊 这个 小李同学 今天也是突发奇想 我觉得应该算是 啊 这个 通常我们现在都是靠了长嘛 双面就靠了长 这里他也很有想法 他觉得黑在这个地方有紫了啊 我希望这个 靠段之后 想办法弃子啊 让你变得重复 这个想法很好 小肩 长 打赤 立 哇 这个姜维杰 不愧是视野矿人 直接飞到脚上去了啊 他并不满足于 这样吃啊 这个其实是白棋的预想图 打一下 然后再一剑三三 这样的话就是 反正你这边 这个拆儿离得很近嘛 我让你后上加后 没什么了不起啊 这边我 剑完之后以后 打了火是个火刑啊 这个很有想法 想通过一个弃子 但是没想到这个 老江 江维杰 我们其实一般 称呼他为老江 这并不是说 因为他长得老啊 是因为他这种 性格比较沉稳 比较像一个 这个 以他这个 透露出于 跟他年龄不符的这种成熟啊 所以我们叫他老江 老江这个很厉害啊 直接就进脚了 直接就进脚了 盖住 这两个人真是 不过说实话 这个 这场战斗是 白棋先挑起的啊 是这个 棋风相对比较稳健的 李维青同学先挑起来的 啊 搞事情 这个靠段 本来靠了长久 没那么多事 这个 一言不合 搞事情 这个时候 白棋做活 做活 现在白棋要搬一下啊 这是个 这是个次序 如果你不搬 这个直接做活的话 黑的可能就要 给你闷进去了 这边啊 这很危险 所以搬进去 黑的等于连这个 度过都不度了啊 直接就给你闷进去了 这就很危险 所以这个搬一下 是没有办法的 办法 虽然这个以后被针了 很损 但是 现在黑的也来不及 因为 这个 针这个的话 这个白棋先手挡 也是舒服得不得了啊 这两部棋都超级大 看看 我们看看这个黑的会选哪个啊 还是针吃了 还是没有抵挡住 针吃这一子的诱惑啊 他如果拐这个的话 白棋就藏出来啊 这个也是乱战 白的这四个字很危险 但黑的这边这四个字也不安全 就是这样一个状况 但是老江今天反而是很稳下的啊 那么白棋把这个挡下去啊 然后黑的再搬 反搬 连搬 然后打吃 这个时候跑一下 这个跑一下 可能很多这个旗友就看不懂了啊 这个为什么要跑一下啊 这个绝对不可能是打僵啊 这刚下这几步棋 不可能读苗 这为什么要跑一个呢 是因为他马上要走这个了 我们看他如果先走这个 那么白棋提到这里 我们看这个形状 眼形很充分 对不对啊 如果跑一下 我们再团吃了 虽然这个地方可能损了有 三分之二的木齐啊 三分之二 但是 以后这个靠边的先手了啊 这个锁则就 远远不止三分之二了啊 所以大家看 有的时候 多送吃一子 未必是坏期啊 啊 他并没有团打 还是先保留一下 先沾上 那结果这一保留 保留出变化来了啊 这 李维新把这一招抢先打了啊 这个地方也很微妙啊 这个也很微妙 这个其实这样 如果他团打掉 啊 那这个时候 白的一定会打出去了啊 白的会把这两个子弃了 转为外头捞实地啊 那这样的话 这个团打我们看啊 这样如果像这样的话 这个团就亏了啊 本来这个靠下来 白棋有可能不活的 所以这个棋有时候下棋 就是一个次序的问题 那么如果你实战这样单粘 那白的显然不能再打出去了 因为这块棋没活 所以白棋打这个 打一下 啊 然后再打出去 啊 它不是粘的啊 它是直接拔花 啊 然后再倒 那就是我的判断院的问题啊 这颗子我们 它 不要求放在这里啊 吃这颗子 它觉得这个抓起来很舒服 它觉得这三颗子 小意思 黑的靠一把 这个是黑棋的权利 白棋踢 哇 这个棋两个人下的 真的是很过瘾啊 从一个双飞燕开始 一靠断怎么形成一个这种变化啊 前所未见 啊 从来没见过 也没想过会下山出去 有可能像这样 它们俩自己也没想到 我估计 这是一个 这个比较神奇的变化啊 然后黑的斑 然后黑的斑 那么沾上 把三颗子干掉啊 既然你 不要啊 不稀罕这三颗子 那我就 把它收下吧 其实木树还是很大的啊 不仅是木树 还关系到白棋这种花的厚吧 好啊 这个斑沾完之后 白棋这个花就不厚了 好 这个团是白棋的权利 这个棋真的是 一个全新的变化啊 要想去判断谁好谁坏 也非常困难 我感觉是 不过 个人的感觉就是 这个棋 白棋还蛮灵活的 我觉得啊 好不好不知道 但起码很灵活 我们看 它瞬间就把 这个角 一开始这几颗子 全都给我砌了啊 在这边 跑到这边活了一块 这边抓了个花啊 然后呢 哎 这个 现在这个拆是个好点啊 本身 这个形状点了三三之后不走 白棋夹在这里 就是个绝好点啊 抢到了这个好点 总的来说是很灵活的 而且这个棋 这么一下的话 这个这个局面就打得很散 这样很容易进入这个 迪卫星擅长的这种 后半盘收官的这种局面啊 相反 相反让这个 老江的这个力量啊 哎 无处这个施展 有这种可能性 点 我们看看啊 老江先骚扰你啊 让你不舒服 这个李维钦是没有屈服啊 这个如果 你这样弄一下的话 黑的这两下就 大得了啊 而且将来还有架下去继续搞事情 索性就反击了啊 这个棋 因为这朵花 怎么说呢 我们肯定要把它当后世来用啊 绝对不能说是当一块枯棋 然后搬 这个老江这个棋真是 得着一出地方就开始发力啊 确实确实也很厉害 这个白鞋你不是抓花不是厚吗 没关系啊 你只要没两只眼 我就不放过你 这个跳了就要立了肯定啊 这个也是很乱啊 白鞋在靠 这些白鞋这个靠这个不行啊 靠这个黑的可以从这边冲 我们看 这个形状你就很难受了 你这个断我吃 这个白的是个裂型啊 这不对 所以 干脆单靠这个啊 黑的也是长 那我这几招不交换肯定是好一点啊 不管是眼位还是厚薄都好一点 然后沾上 小条一 感觉这一串这个黑棋的收获还是蛮大的啊 从这个小飞这个骚扰开始啊 所以说 现在这种骑 现在就是 有这种骚扰很讨厌啊 也是 AI给我们的一些思路啊 就是 叠一地方厚的地方 你先去问他一下英手啊 不要去 说这个地方 他一厚 我们就永远不动他了 不动的话 这个厚将来就会发挥无穷的威力 我们先骚扰他 看他要不要 硬啊 不硬的话 他有可能会出问题 硬的话 他这个厚就被我们削弱了 像这个飞一样 你要是跟着下面硬的话 这个厚势就被削弱了 你要是不硬 你看现在这个情况 就是黑的把地圈给捞了啊 然后 白棋反而还有一些小毛病啊 当然这个问题不大 这个搬出来 白棋局不是活的 然后白的现在是从这里 那 打出来 好长 这个我们要想到啊 这个棋打的时候 黑棋不长了 这个 是一个很神奇的事情 为什么不长了呢 还是担心这个白棋粘上 压一个 他比较担心这个白棋的一点 这一点确实很严厉啊 这个点完之后 最主要这个黑的自己不活 这个有点讨厌 你要想做活 只能靠这个夹 这个夹的话 那这边又被白棋吃回来了 这个点没想到这么严厉啊 所以 打吃的时候 黑棋的这个都不敢走了 这个断了 那白棋这里又抓了一颗紫 那我就要重新判断这个棋了 这个这串的骚扰到底便不便宜 这么看的话 这个骚扰就不一定 不一定很成功了 这个朵花被抓了 感觉还是价值非常大的 现在这个最主要的一个问题是 现在全排黑棋再也没有发展了 就是说现在黑的这个空就已经定型了 基本上 有多少木就是多少木了 这个白棋还有可能再长木 但是黑的已经长不了了 这个比较难受 继续吃子 这个李维钦同学是非常灵活 又不走了 就是这个子你随便吃 我反正开始捞木了 这不走 白棋这个地方还是不怕 我们看 斑我们还是可以断 长的时候我们顶还是先手 甚至黑棋有个提都没事 这个棋 黑棋有个提 我们这还是能活 就拐一个先手 或者直接挖吃 这生命力是非常顽强的 这块棋就是说 所以这个棋一旦我们抓了一朵花之后 对手想再来这个 说是对这朵花有什么想法的话 还是比较困难的 但将来黑的可以整体攻击这个棋 顶了点了长出来 整体攻击 但是暂时白的是死不了 所以这个白棋干脆就不走了 白棋没有说是很老实的 就跟着打了长的 那么黑的顺势就拆盖 或者肩顶完拆盖 那这个打了长就有点落空 所以现在白棋先走这个 现在先把棋走在实控上 总是没有错 好 黑的这个靠退 靠退完了是自提一个 就是问一下白棋 你这到底走不走 这个时候白棋还是 稳健的走了一个 其实严格来说 刚才我给大家讲的这个情况 不走问题也不大 不走也不会死 不是问题不大 这也不会死 但是因为现在外面这个地方靠退了 这外面这手棋也不是说非常大 非常着急 那还是老实补一个吧 因为你那地方不走 总是会很担心 将来黑的这个外头又直接强杀你 所以补一个 比较安心 然后我们看 黑的这个时候是走在了这里 其实这部棋 黑的选点还是挺多的 第一个 首先你最容易想到的是一间夹 然后跳出来 然后搬起来 这是一种下法 然后再一个就是这个肩顶 但这个局面 这个肩顶应该是有点下不出手 这个白棋是挡住还是飞住 反正不管走哪个 觉得黑的这个肩顶力 这个做活啊 有点委屈 有点委屈 这个应该是不太不太满意的 这个下法 所以实战他这一招啊 超 这个这个这个 我都不知道叫什么了 这个二间高家吧 要不然讲啊 本来这里是大飞嘛 这小飞大飞 反正这几步棋 现在怎么说呢 你要说哪个最好啊 也谈不上 但是你要说哪个不好的话 也是一样的 也是这个谈不上 所以像这种棋 就是你只能凭着自己的感觉去下了啊 包括他们职业高手也是这样 你因为你 你实在找不出哪个点是明显 就是会很严厉啊 或者怎么样啊 这都差不多 所以就是大概是这样一个状况 所以他加了一个 排的飞出 再见底 这个次序下的就很有意思了 那就是说 特别是这个加呀 就已经计划好了 你要是飞这个 我就尖这个 你要是飞这个呢 我就从外面封住你啊 这个意图也很简单 这样他在尖的时候 白棋如果还尝这个的话 我们看 这两个交换 那白的效率肯定不高了啊 这个尖在这个位置 但白子还是长 但是我没有想到的是 长的时候黑的是要靠出来的啊 很灵活 很灵活 白的在一场 黑的扳住 白的挤 这半期 这个 姜文杰和李维钦 跟我们奉献了好几个这个 新的这种变化 一个是 这个左上 一个就这里啊 这里又是一个全新的变化 我也是第一次见 这靠的时候长一个 长一个 黑的很难受 如果粘上 白的就长出来 或者白的直接挤断 可能也可以啊 这不是黑棋本意啊 黑棋本意就是 靠完就是要给你搬进去啊 他觉得你不能冲 冲我再打了一粒 他觉得你这四个子 不是太好办啊 这样的话 我比直接尖了力好 尖了力的话 被白棋跳进去 这样的话 我一手棋 无论如何 都无法把这个白棋封进去啊 所以他这个先靠 但是呢 白棋这个李维钦也很灵活啊 这为什么一定要冲呢 对不对 周围都那么厚了 我现在就是捞空啊 然后挤了打吃 打一下 打在这里 那白棋肯定是虎活了 那这这这这又是一个 这个全新的变化啊 就是黑的这一夹 最终的结果是 棋走到了外头啊 这个把这个脚又 让给白棋了 那现在黑的这个地方 需要补断 这第一杆是飞过来啊 这个老江的棋比我更紧凑啊 跳在这儿 意思是就是 希望能先手补啊 你要飞这个的话 他觉得白棋有可能脱线 因为现在这边再飞一个 就好像看起来蛮大的 这部棋 一方面这个增加自己的实际力 另外一方面 把黑的这个中央限制一下啊 黑的现在 这个厚了之后 这中央 多多少少有一点潜力 所以 哎 跳到这里 你要不走 这个飞下来很严厉啊 结果这个 没想到白棋是 干脆是 直接冲断了啊 这个也没有想到 今天这盘棋 这个 李维钦面对这个老江 这种 大力心的棋手啊 并没有退缩啊 在很多地方都是正面硬钢 这个我觉得是一个 比较好的一个事情啊 年轻棋手嘛 年轻就是 无所畏惧啊 因为其实对于 这种 到了他们这种顶尖棋手 这种水平啊 这个计算力啊 各方面都是在的啊 都是可以的 所以说 这个只是有的人 他不喜欢那种比较乱的 其实你要真乱起来 你要说他计算 就比谁差吗 那绝对不可能 所以这个 该出手就出手啊 冲断 那黑的这个子肯定是要要的 这不可能推这个 这个要被吃了的话 那这个跳 就不对了啊 那就 那就不是我们认识的老江 打一下 然后再拆 然后打一下 再拆这个 那白旗其实 意图也比较简单啊 他觉得先把你走中了 他这个 他觉得这个B很大 因为啊 他让你现在脱不开手啊 如果你还是走这个的话 那我现在这个粘上 这个力度就不一样了啊 因为如果等黑旗B的时候 你再冲断 那黑的肯定打了贴了啊 这颗子是无论如何 这个力量再大 也不可能需要这颗子啊 这样黑的这边 这个地方就有可能要出现 一片空啊 一个模样 小模样 所以白旗是先把黑旗冲冲中 那黑的时候飞过来 当然现在白旗要稍微注意一点 是将来这个旗点呢 这块旗 只有半个眼啊 只有半个眼 所以说那块旗的死活 要稍微注意一下 当然现在这步棋很大 还是说现在直接练 实战它到这 这个是体现 李维新风格的一步棋啊 既不是说 彻底的捞一票 也不是说直接这个开站啊 缓一步 让你难受一下啊 你黑旗如果吃这个子 那我再回来 再捞该捞再捞 然后呢 然后呢 这步棋 间接的这个加强一下上面这块旗啊 这个是体现 李维新风格的一手 啊 这个尖应该是黑旗的线手 哇 话还没说完 又打脸 这个尖的是 这一瞬间 这个白旗是直接出动了啊 他觉得这个地方 我这个花太厚了 你就下不去 那这个老姜 这个尖是什么意思 其实我也没太明白啊 如果尖到了 他想干什么 难道是有这种漆 嗯 不知道啊 这个地方 没太看懂这个尖的必然性啊 而且白旗还可以拖鞋 直接练出来 这个年轻就是无所畏惧嘛 啊 不太怕 半过 啊 这个黑旗看也 拿白旗没什么好办法啊 这个地方 靠也靠不断啊 靠弹直接被针了 直接被针了啊 这个间断的话 感觉很无理啊 因为你自己这块没活 这个弄一会儿 别这块死了啊 所以现在只能自己走一个 但本身这步棋走在这里 不是一个好位置啊 不是一个好位置 这个棋 本身要走 肯定是要走在这儿的 但是他现在觉得走在这儿又很薄啊 比如说白旗中间补一个 他可能也需要补一个 那这边会不会出问题 就不知道了 所以他现在没有走到这里啊 他走了这个 但这个本身很落空这步棋 这里漏着风 这里漏着风 那这步棋基本上就没有木了 单纯的只是为了加强自己这块棋啊 所以当初这个尖的这个必然性真的是没看懂啊 那早知道如此 我们不如走这个 我觉得 这个不管怎么样 踏踏实实 这个先吃块木再说啊 这个白的要走就走 白的有了这个子 虽然这边加强了 但这一跳点 这块棋依然还是会有危险啊 我觉得还是会有危险 实际上这个尖 不知道啊 地图不明 走完之后自己回去了 然后白旗再退 那等于 等于你尖到了之后 你啥呢 你去走这个了啊 这个被白旗虎出来 这个时候老江发力了 这个地方 其实双方这个下法 我都没太看懂 那既然这下不去 这为什么要补呢 这个飞个不是很搭吗 这个中间一补后 黑的这个木数就很成问题了 全盘啊 全盘木数很成 我们看一下这个 黑的实地一直很紧张 97 721 这个地方 89我们计算30吧 30 40 45 47 48 黑的不到50木全盘 白的这5木 67 17 18 21 23 24 26 27 28 30 3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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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 39加8 47 白的5 黑的50 黑的这个木数肯定是成问题的 而且黑的这个地方好像不是完全联络啊 这块起也没有活进 其实白的只要保证中间这个后势畅通的话 将来这个白起掌木的可能多过黑起啊 因为刚才这里给黑起点了9木起 实际上这地方9木点了挺多的 这有加有半沾 不理解啊 这个退 那么黑的现在必须靠了 因为黑的现在不可能再去连这个 连这个再被一走的话 是跟盘面差不多了啊 刚才这个又涨三木起 所以黑的这个时候必须要分段白起 白的这个时候飞到这了 就没有常规吃这个 吃这个的话黑的就打过来 这个也是很乱的啊 如果想像这样 所以白的先必须补和这个 或者糊一个 黑的再点到这里 这个我相信谁都没有把握 但是现在黑的不是时空要差一点吗 再加上老江这种超强的这种杀力啊 也是黑白起也是会有担心的 我们来看这个李维钦怎么化解啊 我相信他这个长啊 他也是有他的计划的啊 他绝对不可能说是我先捞一票再说 他这个飞 我们来看看 还是真吃 那他是觉得这个飞一下便宜了 飞完他要粘住了 他不提了 如果提的话 这个飞其实没什么关系啊 还是这个问题 你补这个 黑的还是 形状还是点在这里啊 看着也是有危险的 并不是说是 百分之百就能活 也是有一定危险 所以实战这个沾上啊 我们看一下 沾上好像眼型要好一点 那这个字一直没有不好意思 跳 那现在白的是想办法能够先手活上面那块 黑的反点 哇 感觉这个棋 白的也是有危险啊 这个年轻人真的是 啥都不怕啊 年轻真好 这看着两块棋 真的是有点危险 这个手筋来了啊 顶一个 那这个时候 白棋 黑的姜维节 不会是独秒了吧 先搬一把 当然搬一个 本身就是便宜的啊 不亏 但是 这个时候 这将来有可能会打结啊 这个时候先浪费也没结材 然后选择了一拐 这个棋就要好好看一下了 这如果冲过来的话 白棋一定是短 确实是不太好搬了啊 我们看 你如果吃白棋正好吃这个 嗯 已经不能提了 提的话 这两个字就搬死了 只能粘上 只能粘上 粘上 那长过来 那打这个结了 那这个结黑都没法打啊 这白的 本身结太多了 等于白的这个冲过来 一方面分断黑棋 一方面自己连上了啊 这个很很重要 哇 那这个靠一个很犀利啊 那这个老姜这个长可能有一点失算了 我觉得 早知道这个棋先拐一下了 或者直接拐吃 或者拐 实际上这个时候 我觉得白棋是蛮危险的啊 这个棋 黑的就拐一个 这块棋 一时间也看不出活路在哪 我们看 你最粗俗的 最简单的 打了打 粗俗有力 那这样黑的再一跳 即使能够很勉强的做活 那也非常惨啊 这个棋 如果就是这样去做活的话 这还很难受 贴这个的话 这个挡先手 走这个的话 这个痴先手啊 如果充一下贴在这 那这个脚上木树又受伤 这样的话 其实刚才 白棋虽然木树占优 但是优势并没有这么大 走完之后黑的把这一跳 嗯 其实黑的是可以接受的啊 当然 实战的时候 可能没想那么多 这老姜可能是独秒了 当时想先尝嘛 先把白棋这个威胁回去再说 这边我们补哪儿再看 结果没想到这个时候出招了啊 白棋就靠 这只能拐了 我们看这拐会形成什么样的结果 感觉这个拐很勉强 然后再扳 啊 这个已经不能长了 这长就 打了一半 半死了 只能冲这个 摆起长 接着冲 看看是个什么情况 这个地方 长 管 好在还是先手啊 因为这个棋 白的现在不能吃这个啊 这个 会的这个 靠 有可能是个绝杀 但是好像也杀不掉 咦 这个棋 难道他们有这种失误吗 这个棋 不知道什么意思 那现在这个白棋 一般的话 黑的不是要玩吗 走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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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冲就行了 打吃就做活 那这样白的还不满意 就是说 现在白的已经是 把这个吃了都不满意了 这被先手提还不满意 就是觉得被提下不舒服 那这个打回去 这样我觉得这个白的已经非常满意了 这黑的什么都没下到 白的再把这一般沾 这起肯定不行了 这黑起 这里难道是我出现了误算吗 应该不至于啊 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还是比较简单的 没什么太多变化 黑的 因为你必须走在这里 你走别的地方 白起只要一虎就活了 黑的除非直接退 我就是在想 这个看来一定是我出现了误算啊 果然还是有误算 这个强杀啊 确实可以强杀 这里贴我就搬这个 因为黑的这边实在太厚 退就断 那这个棋呢 可以强杀 所以白的是虎 然后这个时候 这个黑的再去分段白起也没意义了啊 那黑的等于攻了半天 其实就吃了这点木啊 一旦也不成功啊 这个棋 这个棋并不成功啊 还是忽略了白起这一靠啊 总的来说 这个结果 不相信并不是黑棋 原本计划的啊 这中间吃了七八木棋撤退了 这中间白的现在随便搞一搞都有七八木棋可能 最主要是黑的这个 中央这个潜力全部没了啊 这个很讨厌 然后斑 定 这个李卫星同学是完全活动开了啊 这个跳在这 这块棋已经活了非常愉快 这个接都后手 我们看啊 这个地方一个铁眼 这边如果黑的要分段白起 白的正好一虎 一打啊 这这这已经活了啊 这块棋 那这个 二路飞这个又是一个很大的棋啊 还有这个半战 大的地方很多现在 所以黑的这两颗紫 应该是 不能再要了 现在是 应该抢先立了半战 然后抢这个 我觉得是 先点一下 这个没毛病 把这个段先防一下 这个是黑棋的一个权力 然后再一例 再起反跳 哇 这个时候 老江是奋起反击啊 因为他觉得 粘在被吃了 是不是 空已经不太够了啊 我们来看一下 我感觉是不太够了 根据之前的这个形式判断来说的话 这块白起 是10 13 10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3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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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43 43 43 45 46 45 15 5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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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还带着55了 差不多有 黑棋这个 60 23 14 17 18 22 23 24 24 32 40 44 哇 黑的也就 54 5 7 5 5 8 8 5 5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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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7 7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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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10 8 6 7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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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5 10 9 这个搬切手的确有关系 侯在这里的时候 白旗只能团这个 黑旗 如果这个旗是退在这的话 它搬这个 有一个缓一期节 有一个缓一期节 缓一期节已经是比较理想的结果了 因为这个地方你实在 这黑的现在是在拼命 属于一个拼命的状态 所以实战这个 白旗不打了战是对的 打了战的话 黑的就可以单退了 所以拐它退 我们看 它如果团的话被拐打 那刚才这个缓一期节就没了 这个因为白旗搬线手 所以它一定要退 那么白旗吃这个 黑旗跑 白旗跑 白旗接上 好 那这个就更 更不可能有问题了 那这个 黑旗在这里 这个作战又 又宣告失败了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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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打持 团 那这个旗白的就已经火了 这白的走哪都火了 那这黑的可能也比较无奈啊 但我个人觉得它还是只能先团住吧 这个旗 无论如何先团住再说啊 团住 这个里头是不是还有一点可能性 啊 这边是刚好不行啊 这边那个虎 白旗刚好可以挤持啊 白旗不用搬这个 搬这个的话可以 哇 这个正好是不行 再看一下这里头 是不是白旗搬先手 如果单点 好像也没有太大区别 这个局部 无论如何 黑旗是团先手啊 白旗就战胜 那就团这个 这样子就双活了啊 没有用 刚才这个图做成这样的 这就没有缓期间了 一般一期变成循环解了啊 那这个命拼的有点 太草率了啊 虽然刚才那个盘面差不多 但是 还能再收两步啊 这个直接拼完 可能比赛就结束了 实际上是 单退 打吃 然后沾上 那这样走到这的时候 黑的再点就 不太可能走销了啊 这个白的挡住就行 等于白旗这个地方 又多出来搬个眼 啊 白啊 这样的话 白的挡这个就行了 爬就顶住啊 这颗子也不是骑金 是可以给的 这个怎么样都 怎么努力都不行啊 这个骑啊 吃就粘上没有用啊 这也不是打结进货 啊 那实战是 黑的最后再顽强了两下 挤了打一个 白的团在这里啊 这个团 感觉总是猴一个好啊 团一个 无所谓了 那这个 这也是本 本局比赛的最后一步啊 团在这里 这个就不用再数目了啊 因为刚才木树比 黑的救回来这几目棋 那这上一条全被吃了 这肯定不行了 啊 那这盘棋 这个 李维钦是 张弛有度啊 我觉得是啊 上来这个靠段 这个心形啊 我也算是长见识了 不敢说是学了一招 因为这个其实到底怎么样 之后 我也需要用 去AI去评测 判断一下啊 看看怎么回事 反正这个靠段 它的实战结果是不错的啊 但这当中 一定还会有一些 其他的变化 然后 这个地方冲断之后 后面这个虎处 可以看出来 这个00后小脚李维钦 对这种 做活 这种洗活 真的是 很自信 很得心应手啊 尤其这一靠 非常漂亮 这一靠 可以说是 本局的这个 白棋的这个点金之笔啊 下得很精彩啊 这一靠 我们再来回味一下 这一靠 可以说 这一刀靠之后 其实后面的这个比赛进程 都是在走过场啊 当时这个局面这一靠 黑的真的是没有办法了啊 这一靠的时候 所以 就是老江当初这个场 可能是草率了一点 这个时候先拐吃一个 或者拐这个 都可以啊 你如果能拐到一下 再尝这个 那这个局面就完全不一样了啊 完全不一样 这边现在 白棋是连不回去的啊 那这边其实 刚刚说了 其实走一手 都活得很勉强 这个时候 我觉得白棋是有点危险的 所以拐的时候 白的可能也不能粘 这样的话 这样的话 确保就是 这块白棋是活的啊 这个虎有一条路 这个做活 那么就是这边怎么样动手 看看能不能做活的一个状态 这样的话 这盘棋胜负真的是很难料 如果 假设白棋是这么 来做活的话啊 这个棋 我觉得胜负很难 两运筋跟实战比目数 差的实在太多了啊 实在太多 实战黑的这地方 就吃了六七木齐 这中间全美了啊 然后 后面还自己还很薄 那这个长一个 当然这个 独秒的情况下 忽略了这种扣 我觉得也是人之常情吧 这个棋 不能说是 老江下的不好啊 只能说 李维钦下的太好 有可能这个棋 这个要靠 已经是在 很久之前 这些变化之前 他就已经想到了啊 那这个就比较厉害了 这个 咱们这个00后小将 以后这个 国际比赛上 也可以希望他有 更好的表现啊 这招靠一出 其实 虽然后面又 有了几十手的一些 这种 你来我往吧 但是 其实胜负已经是 跟胜负无关 非常精彩 一定很漂亮啊 那么恭喜李维钦 那今天的讲解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我来 Pak子 请不吝点赞 订阅